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大概这些方法都蛮像的 那另外有些比较不像前面的呢 就是很多人想办法再做一些特殊的高分子的pattern出来 一些特殊的pattern 那我们这里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可以讲一下这个特殊的pattern 没有包含在前面里面的一些范围 那这些pattern所有的概念基本上都跟这个instability有关系 就是不稳定 所以我们要再复习一下这个tg的概念 因为这跟为什么高分子你怎么样通常给它一个pattern 有点关系 那一个很常用来做高分子pattern的方法就是利用表面的特性 waiting跟dewaiting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也可以用solvent的control 我们也可以去做很多polymer的pattern 然后这是一些例子 然后这个wrinkle也剩一个pattern 就是我们刚才讲滴滴水 那就表面是非常非常规则结构 就跟那个国旗一样那个条状的结构很像 另外通电场也是一个后来大家发现是一个可以用来控制高分子pattern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另外还有snapping surface 这些都是一些做高分子pattern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polymer pattern你要形成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的全部的概念都非常像 都是什么都跟高分子的不稳定性有关系 什么意思叫不稳定 就是通常我们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用spin coating 那spin coating我们就spin一个模 对 所以假设这是一个spin出来的模 那事实上它不太稳定 但是它事实上因为它solvent已经蒸干所以它不会动 那它为什么会产生pattern呢 你通常都是让它再动一下 比如说你就用solvent去熏它 它突然可以开始动 它就会动到一个比较什么 比较稳定的区域 就因为我们通常spin coating完的时候 这个模其实它本身不太稳定 那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模spin完的时候呢 它可能下面其实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特性 比如说这个基板 那事实上它想要动但是动不了 动不了 所以呢通常都是我们给它加热 它就可以开始动 开始动 或者我们给它solvent熏它就可以开始动 那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它其实它是一直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加热它可以维持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比如说我们用spin coating完 那spin coating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通常我们是一个polymer solution放上去 然后solvent一蒸干它就不动了 对 所以跟还有我们上次讲的电纺丝也是很像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喷出一根电纺丝 然后solvent就蒸掉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电纺丝是什么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根这个 但是事实上这东西稳不稳定呢 其实它也不稳定 所以如果你突然把它加热的话 它就开始变形 变形 那有时候就会产生规则的pattern 所以它道理都很像 那这些就是都是用类似的概念 都是本来有一个高分子 然后我们加热 然后给它通电场等等 你看它们都会变成非常非常规则的一个图形 那尤其是这一个 而且算有几个呢 不用数就知道12个 为什么不用数 因为这个这是实际的实验data 但是后来因为太漂亮了 所以后来被做成一只手表 因为它你控制电场可以控制它的数目 那后来真的把它弄成这个12个 这是在2000年的Nature paper的发表 所以一切都是怎么样 就是用不稳定的概念 The instability of polymer nanomaterial can be induced by different effect 就本来高分子不会动 那你做什么事情让它开始动呢 譬如说你把它annealing 譬如说你加热 它就开始动来动去 或是你让它通一个电场 通来电场它可能就会倾向一下 这个比较能量稳定的地方 或是你突然给它施一个力量 比如说mechanical force 什么叫mechanical force 其实跟刚才那个很像 然后手指头往这个你的皮肤这样子 然后你稍微绕一下 有没有发现它这个 有很多规则的这个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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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kle的这个现象 湿力 或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什么 一条高分子模 如果两边这样突然把它一湿力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很规则的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都是跟这个现象非常有关系 所以通常让它动这个概念 我们要再复习一下这个TG的概念 TG呢叫做glass rubber transition 就是一般的高分子材料呢 在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呢 高分子材料不会动 所以我们叫做stiff and glassy 所以一般的高分子模呢 我们spin coating完以后 它收门抽掉了 通常这个举例来讲 它的TG可能是在 100度C 比如说polystyrene polystyrene的TG 记不记得 100度C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有个polystyrene 然后spin coating完 它做了一个模以后 它会不会动呢 不会动 那它基本上呢 因为它就在TG以下 所以我们上面就有一个高分子模 那你缩本抽干的时候呢 它就在TG的下面 比如说室温的时候 它这高分子模不会动 所以我们要加到几度才会动 一般你就高过它的TG 高分子就开始动 那你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pattern 但是我们一般spin coating完的时候 因为缩本蒸发太快 所以它通常就是一个 很平坦的一个模这样子 所以在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 比如说室温的时候 polymer are stiff and glassy 就像polystyrene 它在室温的时候 这是不会动的 很硬 然后这个我们叫做glassystate 就比较像玻璃状态 就跟想象一下玻璃 敲敲敲有的声音 所以也叫做vitiousstate vitious是玻璃的透明的意思 那如果你加热过TG的时候呢 这个TG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软化的温度 加热的时候呢 高分子量就会干嘛 就是soften 它就基本上就有一种蠕动的现象 那这个温度呢 就叫做glass rubber transition region 就从一个这个比较硬的状态 就glassy 就是玻璃的状态 比较硬的刚硬的状态 变到rober的状态 就有点柔软 那这个温度我们通常就叫做TG TG 那什么叫TG呢 这个温度呢 我们通常讲说是玻璃转移温度 但是玻璃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误会 是我们一般的韩系的那个玻璃 但事实上不是 一般的话只要是非结晶的固体 包括高分子呢 也可以都叫做是glass玻璃这样子 但是一般的话我们都是讲说一般的那个玻璃杯的玻璃 所以呢只要是从一个比较刚硬的状态变到比较柔软的状态 long range coordinated molecule motion 就是一个高分子链会动来动去这样子 这个温度就叫TG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特别叫复习TG呢 因为通常这个高分子磨磨 spin coating完它不会动嘛 那我们通常要把它加热到什么温度 就是要过TG 加热 然后使它温度大于这个TG 它就会开始这个有蠕动的现象 至于它是怎么样一个动呢 这边字眼是比较模糊啦 就是onset long range coordinated molecule ocean 就是这种 就是比较长范围的 就是好几根链段一起动来动去 有点像蛇的那种蠕动 所以这种这个字叫做蠕动 the beginning of reputation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字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蛇的这个运动 或是小毛毛虫有时候那个运动 就是这个动作 所以在TG以下的时候高分子基本上呢 以聚观来看它是没有在动的 它只有这个1到4个小原子稍微在晃动 这样子 那你过TG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有10到50个高分子链呢 它可以开始动来动去 所以我们叫做sufficient thermal energy to move in a coordinated motion 所以我们有一条这个高分子链 所以大概有很长的一大段 这一段会开始动 就有点像一个group 大家要一直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的这个概念 这个表示一个 比如说一般材料的这个TG 这是PDMS-127 PEO-4C Polystyrene是我们最常讲的 这个是TG大概在100度 一般的话它真正在动的时候 就大概有40到100个原子是一起在动 那为什么有了这个材料呢 它的TG很低呢 是因为原子结构的关系 但是你可以主要看一下这个 就是Polystyrene 它就会开始这个移动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形成高分子奈米的这个pattern 虽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但是它的道理都很像 比如说通常就是我们spin coating 玩一个膜 然后它不会动 然后我们通常是加热 那加热同时我们可能给它一个电场 或是加热以后我们还拉它 还是干嘛之类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都牵扯到加热这件事情 那通常都是加热过什么 过它的TG 所以高分子就开始动 就可以变成那个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举例来讲 如果我这个高分子是什么 假设我这是一个清水的高分子 但是我们原来这个基板故意做什么 假设我原来有一个基板 然后我上面故意用Photolithography 把某个部分做了什么 这个部分 画一个碍性 然后故意让这个区域比较什么 比较清水 那其他部分比较什么 比较酥水 比较酥水 所以呢 这个膜我们只要加热以后 加热以后 加热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高分子 因为它比较清水 所以它可以退退退退 它就全部就退到这个 中间这个区间来 因此做这个pattern 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基本上都道理都很像 所以都是使它到一个这个不能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induce这个现象就可以了 一般的nanopattern的概念都是跟这个 insibility有关系跟TG有关系 那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个用waiting de-waiting waiting de-waiting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说 比如说我一个表面 比如说我让它有一个心形的 然后如果中间呢 刚好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清水的 清水的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画一个这个爱心的这个清水的区域 然后我们铺一个高分子磨上去以后 然后你再把它加热 然后如果是比较清水的高分子 它可能就退退退退退退退到这个地方来 那基本上这也就是跟waiting跟de-waiting的概念有点像 wait就是润湿 润湿 比如说比较清水的这个材料 它就比较容易润湿这个地方 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润湿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有waiting的现象 产生这样子 那它不想要润湿这个地方呢 就叫去润湿 所以叫做de-waiting 用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做出非常多不同的这个pattern的概念 但是所以我们先稍微提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表面的性质 所以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有一个表面 我们把它做成比较输水 如果有一个表面比较输水的话 就代表它比较不喜欢水 那通常你就会看到有一颗水珠在这上面 就会有点变成一大颗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叫beats up beats up就是它会倾向变成一颗这样子 就比较输水的表面 那如果比较清水的表面的话 就是它这个表面比较喜欢水 feelic就是比较喜欢水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水就很容易wet 这个润湿这个表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像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 就是可以把一个表面 有的地方弄成比较喜欢水 有的地方弄成比较不喜欢水 所以polymer就可以在某些地方选择性 就可以呆在这些地方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指90度 就是它有一个水的接触角 就看水喜不喜欢这个表面 一般如果这个角度小于90度的话 就叫hydrophilic 清水的 那如果是大于90度的话 就叫做hydrophobic 就是输水的 就不喜欢水 那如果很不喜欢水 就是大于150度 那我们左边画的这个图就是这个接触角非常大 所以叫做一个输水的表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来控制一个表面 这样子 那一般高分子在润湿一个表面呢 或是水也是一样 跟一般水的公式是一样 都是用这个就是央实 equation来代表 一个表面会不会认识 这个认识一个表面 那它们基本上呢 都会符合这个央实 equation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x轴的部分 它会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RSV等于RSL加RLV加cosθ 这样子 上面的公式就相当于 这个γSV就等于 γSL 然后加上这个 就叫做γLVcosθ 这样子 所以相当于在x轴就平行 所以上面央实 equation就是 但是你右边的就等于左边的平行 就是γSL跟γLVcosθ 所以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平衡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平衡不是水在用的吗 那如果你一个高分子的话 你高分子把它加热 它很像液体的话 高分子也符合这个状态 比如说我有一个高分子 那你也可以考虑 这个高分子会不会润湿这个表面 也是可以用央实 equation来这个考虑 那一个高分子最后呢 或是一滴水 它会不会润湿一个表面呢 主要是用这个东西来考虑 那这东西稍微麻烦一点点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字母来代替 有一个表面会不会润湿它 这个我们叫做spreading coefficient 一个表面可不可以让高分子去润湿它 最后是用这个叫做spreading coefficient来代替 现在有两个表面 所以这本来是一个表面 SV就是 这是一个界面张力 就是S就是substrate V就是空气 然后呢 如果它盖了一个 假装这是一个polymer 好了 这是液体 所以它就变成界面张力 就是伽玛SL 跟伽玛L 所以呢 我现在题目要出现了 好 这个是伽玛润湿前 before waiting 等于多少 然后再来是伽玛 after waiting等于多少 伽玛润湿前 润湿后就是被这个黄色盖之前 跟盖之后 对 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 你不用想太多 就随便写一下 比如说润湿前 所以应该说 非常好 好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 所以你写的是正确的 所以润湿前有一个能量 润湿后有一个能量 对不对 好 那 如果 今天有一个润湿发生了 就这个表面最后被润湿 代表哪个东西比较大 上面比较大 还是下面比较大 润湿会发生代表之后还是之前 谁的能量比较小 还是谁的能量比较大 所以你把它圈起来写个大 或是写个小 好 再来 所以上面比较大 一样把它画起来好了 OK 大 很好 因为我们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 每次都跳到后面的公司 但是大家就一副这个很糊涂的意思 就是到底什么叫 Suprating parameter 那我们什么S等于这个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这没别的意思 就是这两个东西的比较 润湿会发生的时候 润湿会发生的时候 润湿会发生就是这个比较大 OK 所以我们说waiting的时候 上面比较大 所以就是 GammaSv 上面比较大 它到底就这么简单 所以很多同学这个 这个什么S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S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看到这个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个负 然后这个有个减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原来跟后来能量的这个差别 为什么会有个负号 因为是减掉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把它写好一点 所以原来的能量比较大 那我们就waiting 因为这样会干嘛 那后来的能量就比较小 能量比较小 那如果原来的能量比较小 后来比较大 你就不想要它waiting 所以就会产生 dewaiting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会有这个什么 S大于零 S小于零 所以大于零 就是waiting 然后呢 所以如果小于零 就是这个dewaiting 就一样是这个道理 这东西就是小于零 所以这个大家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想一下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基本上就可以下一页这个意思 就是一样 就是slv 基本上就是之前之后的能量比 所以waiting就是什么意思 the ability to liquid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solid substrate 就是本来能量比较大 那我盖了以后 原来只有一个界面张力 那我盖了以后变成这两层 结果能量变小了 所以我们就说s大于零 就是原来减后来 然后叫做waiting occurs 所以就是这里 那一般同学是在这里最不理解 为什么叫s大于零 那道理就在这里 要自己想过 想过就知道 原来能量比较大 所以减掉后来 所以你能量变小了 所以大于零 后来的能量比较小 那反之如果devating的话就是干嘛 就是你不喜欢这个表面 所以你会一直退 一直退一直退 那所以s小于零就是devating occurs 所以什么叫devating呢 如果你本来已经有一个表面了 但是你又不喜欢 所以你就会一直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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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模就会破掉 就想要尽量离开这个表面 所以如果是一个模的话你就会看到 the rupture of thin film on a substr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droplet 就你就会一直想要退 然后退 所以waiting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板是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有一个substrate上面 那如果是waiting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模呢 就非常均匀的铺在上面 这叫waiting 这个模就均匀的铺在上面 然后呢 如果是devating的话 就本来你铺一个模好好的 那你加热以后 因为他很不喜欢这个模 大家就想要退 可是退…后来退到没有地方去了 所以你就本来是一个漂亮的模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漂亮的模 然后呢你加热之后呢 这个模就会开始退 所以你就会看到上面就变成一颗一颗的 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地方去 大家就后来挤成一大坨 一小坨一小坨一小坨 它也不可能跳起来 就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waiting的时候 重点就是这个 就是为什么S大于0 S小于0就在这里 waiting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waiting的模的话 你spin coating完 你再加热它就不动 你再维持这样 因为它是喜欢这个表面 为什么呢 因为铺完高分子以后 能量比较低 那下面就是dewaiting 因为这样子能量比较低 反正他就想要 往能量低的地方去 所以道理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道理 来做pattern 举例来讲 如果是一个dewaiting 就是他不喜欢这个模的话 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polystyrene的模 所以我一开始加热以后 你就会开始发现高分子干嘛 就开始退 这是从侧面图 高分子就想要退… 离开这个表面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 高分子就越来越退 越退越后面 越退后面 所以你就看到有些地方 就会形成一个小洞 一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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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全部就会变成一颗…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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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个会接起来 这样 那这东西跟pattern有什么关系呢 那好啦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设计一个表面 故意让他… 我要想到他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一个表面做一个心形的地方 然后刚好使高分子进到那个喜欢waiting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表面 故意设计有些表面是使他可以waiting 有人喜欢是可以dewaiting的地方 那他就会整个都fit到一样的地方 这是一个表面… 那我们故意把它上面做一个pattern 就是这个OTS OTS呢 比较喜欢ps 然后其他地方是sio2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板有两区 大部分呢都是什么 都是sio2的地方 然后呢他有些地方呢 就把它放OTS 然后呢polystyrene 比较喜欢在这个OTS的地方 所以高分子的polystyrene 最后他就想要尽量退到这个地方 那这是原来这个我们表面做pattern的这个情况 那下一页也比较清楚 大家如果看这个也比较清楚 所以最关键的图在这个图 图A 图A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上面看 所以这是一个polystyrene的模 spin coating完 所以高分子的模还在这里 然后呢你还没做什么事情 所以高分子还不会动 所以这是170度C在0分钟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 因为这是因为下面pattern的关系 但是基本上polystyrene还是平平的 它是基本上是平平的一层膜 下面这个是下面的基板的pattern 那等到你加热的时候 然后大家有看到 就polystyrene上面的膜就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 然后所有时间有没有 你看那这个polystyrene就尽量集中在什么 所以原来有OTS的地方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这个上面一开始本来不是很规则 所以渐渐的这个polystyrene就会尽量集中在这个有OTS的地方 那它就比较 因为它比较喜欢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使原来是一个很平整的模 然后最后它会退退退退退 退到OTS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概念就很好用 你就可以使它做成这个规则的这个pattern 这个概念其实跟刚刚那direct assembly有点像 只是那direct assembly更复杂一点 它是想到两个 那这个我们只有想到一个 只有polystyrene喜欢这里不喜欢这里 所以你一加热以后它就可以动动动动动动到这个地方 那刚才这个是一条的比较不清楚 但是如果是另外这个就比较清楚 它就是原来在做一个pattern pattern 然后就是只有这个框框上面呢 其实是有长一些OTS的官能机 silent的这个官能机 然后这原来一样我们是spin coating一个高分子模上去 所以高分子模一开始是平的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加热 加热过什么 过TG 所以高分子就可以开始动 然后高分子就可以开始聚集到什么 这个方块上面这样 聚集 它就可以开始聚集到这个方块上面 然后这个 你看它就有一些pattern就会开始形成 最后就可以做成这种规则的这个pattern 所以这道理很简单 很难 很难 就是基本上用这种选择性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cell assembly 也是利用那样子的道理 因为怕大家对那个block of polym 刚才cell assembly不太清楚 就是它比较有想把我要讲的东西讲出来 就是这是一根高分子链 但是它们最后聚集 你在很远看起来 它就会变成规则pattern 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看 所以你刚才看到这种非常规则的一层一层 那事实上你仔细看 它都是一根一根高分子做出来的 其他方法你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童链一直不解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今天这个polymer都不是block of polymer 你去想象 比如说我今天很多高分子 然后全部这里都是什么 很多红的 然后这一个材料里面 我有很多这种蓝的蓝的蓝的蓝 但它不是接起来的 那它跟block of polymer有什么差别 它就完全没有限制 什么意思 就是等于是你一个模里面 红的就可以尽其所能 全部跟红的在一起 所以你一个模里面 你就会看到全部的红的都在一起 一大坨这样子 那这可能是几微米 就可能是micron这样子 然后不然就是一大坨的红的全部在一起 然后蓝的就会全部都在一起 然后它们有没有什么规则 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任何规则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blend 就是如果你不是用block of polymer的概念 那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当你今天中间用那个 共架键把它连起来的时候 才有办法做成这种规则的pattern 所以它那个中间把这个 共架键连起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direct assembly 还有我们刚才讲waiting-dewaiting的话 这是一个模拟的图片 所以它下面也是一个 有一个喜欢a 一个喜欢b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们这个 模拟这个情况 最后红的一条 蓝的一条这样子 那你看到红色 它最后会渐渐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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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就会渐渐变到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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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都是模拟的结果 它就很多这种小的高分子链 它会这样一直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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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域来讲我们做一个高分子模 然后spin它不会动 然后你加热 然后再利用pattern的不同 你就可以去做它的相关的变形 对 后来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高分子pattern 是意外发现类似的现象 其中一个是这个 就是当我们spin coating完的时候 通常就是高分子会黏在上面 所以你就产生这个 一个高分子的膜 比如spin coating就是一个solution 在一个substrate上面 所以我们本来有一个这个 基板 所以spin coating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一个基板上面我们滴一滴高分子容易 对不对 然后你蒸发以后spin以后 最后就变成一个漂亮的高分子模 后来其实就有一个团队 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还蛮意外发现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高分子solution在这里 然后事实上你的高分子的量 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什么叫非常非常的少呢 就是它这个高分子的浓度非常的低 然后使它蒸发以后 事实上这个高分子根本没有办法cover 就盖满整个这个基板 那它这样子在上面 会不会形成一个特殊的pattern 后来发现会的 所以就是他们 譬如说你在一个基本上低的一个非常diluse 就是浓度非常低的solution 使它没有办法盖住一个表面 所以你不能成一个模 所以你本来应该可以形成一个漂亮的模 但是浓度实在太低 不能形成一个模 那它可不可以形成特殊的pattern 后来可以的 后来这个就是在这个 Shimomura 他们大概99年2000年那时候 开始做这个相关的研究 北海道大学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发现 polymure pattern 如果你先用一个非常c 浓度非常低的高分子 然后它没有办法盖住表面的时候 表面就会形成非常漂亮的 一颗一颗一颗的结构 它没有办法盖满 那它表面就变成非常规则的 这个高分子一颗一颗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locally 可以形成这个六角形的这个形状 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规则结构 因为你这个高分子solution 在这个蒸发的时候 在退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呢 它并不是很稳定 它表面基本上是形成这种 弯曲型 所以它边边就会有点像那种fingering 所以他们就是这种突出来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个叫做fingering 就有点像突出来 其实它不是整个平的这样退 那形成这个原因主要是 这个在退的时候 它有表面的这个surfing tension的一个t度 所以它就会形成这种弯曲型 然后这个最后离开的地方 它就会形成一颗一颗这样子 一颗一颗一颗 就剩下的polymer solution 就会形成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 这个一个东西很像 这个叫做margani effect 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就是类似这样子 就是它退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一个浓度的t度 所以它这里有 比较低界面张力的地方 跟比较高界面张力的地方 所以这叫margani effect 所以最后你高分子退的时候 它这里就会不稳定 就形成一颗一颗一颗的这样子 就形成在这个表面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规则 然后这个距离呢 基本上landa 距离叫landa 因为距离就是跟刚才这里 有点抖动的时候呢 表面形成pattern很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它后来做出来的pattern 所以左边这个是浓度 譬如说浓度这是0.01 那如果你浓度变小10倍 你就发现它这个距离 一颗一颗 就会改变 浓度越小的话 从中间一颗一颗的话 距离也可以越小 那就可以去进行这个control 那这个是要探讨这个真正形成的时候 所以在浓度很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高分子在退的时候 有没有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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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这样退 很多研究 它们基本的这种研究 都是用什么来做研究 就是用polystyrene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model 就是比较好合成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polymer 像这里也是 用polystyrene 那这个高分子solution在退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慢慢慢慢退 然后边界就看到它形成这个非常规则的这个结构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verigone effect 所以这个可以做出还蛮不错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因此可以形成这个很漂亮的这个pattern 类似这种方法呢 刚才有讲几个原因 所以你去控制它这个pattern 你看它后来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规则 就是你控制它的solution在退的时候 那主要有几个原因 譬如说你用了什么solvent好不好蒸发 或是刚才讲的这个浓度 就是浓度低的浓度高 或者你用在什么温度下 或是蒸发的速率都有差别 原则上是你蒸发的越快 跟这个浓度越低 就刚才那样子 它的这个距离就越近 就是这个一颗一颗的距离就越近 这样子 目前它们最小的最小的范围 就是你一直调控这个蒸发速率 可以做到小于一微米的这个距离 像这个图就是它们可以控制条件 所以可以控制在不同的距离 最大可以做到400mm 整个区域都非常非常规则的一个pattern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记得最近有一个那个什么 晶的nanopolys 像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做成这种pattern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不同的材料 举例来讲你可以把它当成mask 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东西是一个polymer的pattern 然后你把它 比如说你镀一个金上去好了 然后你把高分子洗掉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金的膜 然后里面上面有很多规则的孔洞 孔洞就可以规则的移掉 这道理都很简单 对不对 那或是你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polymer本身呢 你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可以把它夹一些无机物的这个前驱物 夹在polymer里面 然后到最后形成这个pattern以后呢 你再把整个东西烧掉 那比如说就变成TiO2 很多就变成TiO2的奈米点 ZnO的奈米点 所以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概念 做很大范围的这个规则的这个结构 像这个大概还蛮大的 所以概念上都还蛮接近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 也是跟蒸发有关系 然后形成特殊pattern 这是在之前有人研究的 一开始是在05年的Jax發表的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一个平板上 我上面盖了一个小圆球 小圆球 那这个也是意外发现 如果这上面本来有高分子的溶液 然后呢 你就让solvent蒸发掉 照理呢 我们本来应该只会看到一圈高分子而已 但是因为它这里有很特殊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在不同的位置呢 这个高分子的蒸发速率不太一样 所以它最后呢 就会产生这个非常规则的这个奈米的一圈一圈一圈的东西 奈米一圈一圈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这个就是蒸发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那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研究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以前的人都是一个substrate 一个基本上呢 我们倒一个polymer solution 然后就让它干掉 所以就不会发生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呢 他们这个基本上 因为这个原来是一个量测的仪器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高分子solution 放在这里 然后等它干掉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非常意外的 有一圈一圈的 非常规则的结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蒸发 你可以想象外面比较容易蒸发 然后里面呢 感觉比较不容易蒸发 因为它这个立体的关系 就是侧面来看 他们就可以发现 他们这个是可以形成 几百个非常规则的这个圈圈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关系呢 主要是这个 Dropate evaporation is guided through the set of restricted geometry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3D的图 这是一个圆球在一个平板上面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 受限的一个空间下面 restricted geometry 所以是一个比较受限的 立体的区域里面 rather than allowing solvent evaporation from a drop machine on a single solid substrate 所以如果 比起平的话 这都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受限的空间 所以他们就会发现 这一圈一圈一圈的 现象 这个东西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模糊 但是这个是一个 你们可以回家去研究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是一个Coffee Ring Phenomenon 目前有两篇Nature Paper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那主要的道理是在1996年Nature 这个group 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呢 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呢 也不只是咖啡啦 茶也是 大概人类已经喝了这个 像茶已经喝了几千年了 对 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先画一个侧面图 你今天一个桌上你滴了一杯咖啡好了 这是一个侧面图 那这咖啡干掉的时候 干掉以后它应该变成什么 这个solution到时候干掉 对不对 我们应该想像这个咖啡质应该是干嘛 应该就原来这么大 然后这咖啡质就黏在这个表面 所以是应该这样子光滑 对不对 那我从这个上式图来画一下 就本来你有一滴咖啡 然后从上面看 是一个solution 对不对 然后呢你这杯咖啡干掉以后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你们桌上 照理你应该想像这杯咖啡是干嘛 应该是有这个均匀的咖啡质 对不对 一滴咖啡干掉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均匀的咖啡 黑黑的 但是你们去看一下 全部都不是这样子 你们仔细去看一下 你们那咖啡如果滴在地板上 全部都是像这样子 它就有一圈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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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人家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 这叫做Core Fury 所以你从上面看的时候 咖啡竟然是变成一圈 也就是如果我们画侧面图的话 竟然只有在两边这个 最肥大这样子 其实是一圈这样子 两边 所以就particle 这个蒸发 照理我们这个里面很多咖啡的汁 或是你喝茶也是一样 应该很多咖啡的particle 在里面 干掉以后应该是均匀分散在上面 为什么都集中在两边 应该是这样子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在1996年的时候被发现的一个现象 那道理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你soven在蒸发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速度 然后就是每个地方有个速度 但哪个地方最快 旁边最快 所以这个蒸发速率很快 所以蒸发速率很快 你并不是这个particle在蒸发 你是水在蒸发 所以这里水蒸发比较快 所以就会干嘛 它就会造成有一个这个 水就会想要往这里流过来 就是往两边 因为水这里旁边蒸发比较快 上面蒸发比较快 所以水就有一个波动 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顺便把所有的particle都带到边边来 所以就会造成最后的particle都在边边一条线 这个东西呢 平常只是大家喝咖啡的时候会研究这件事情 但什么事情会很重要 就是现在的噴墨印表机的技术 你本来想说你今天做一个噴墨印表机 你觉得你是画一个圆点 很小的圆点 你是预期在这样子 但是搞不好很多噴墨 其实你仔细看它其实干嘛 它没有噴完美 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 它就是一圈 这样就无法 它这样就造成你噴墨印表机的时候的效果呢 很不好 这个它后来就探讨出 就是因为这个现象 1996年的时候 Nature 所以如果你现在如果发现 不小心生活上 有什么厉害的效应被你发现之类的话 通常这种都是Nature paper Nature paper很多这种就是生活上 你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结果竟然可以解释 那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跟这个Coffee ring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如果本来你是一个平的表面的话 它就会变成什么 一个圈 但是因为你刚好是这种奇怪的这个 就是一个平的表面 另外一个是弯曲的 所以它就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Geometry 就是特殊的这个形状 所以它就会变成就好几圈 因为它蒸发速率一直在改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多 非常多圈这样子 之后它就可以做相关的现象 这就是整个小时期的 我们正是在这个中处 这就是整个小时期的 这个小时期的